人呢 跑哪儿去了 这个杀手真叫我 居然利用球渡过河的办法 断了咱们追踪的线索 走 打手了 放心吧 那个老九现在已经硬了 那桶青花甲一定没凿打 全打进去了 没有惊动看守的宫军吧 跟几个宫军撕倒了 不过还是被我甩下了 有肩膀受到轻烧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吗 没有 我过河换了新的衣服 旧的衣服已经被我烧成灰买了 嗯 那就好 阿换 唐先生那边还有点事 要你去帮忙 你先去休息吧 是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好在没伤到任何器官 就是流了点血 助演休养一段日子 应该就没事了 好 常医生 麻烦你了 卢小和 受伤了为什么不说 应庭什么呀应庭 你还嫌现在的事不够乱吗 人都受伤了你还批评他 你这炮筒的脾气就不能人两天 我说他是为他好 撑什么撑 撑到最后还是趴下了吧 这人都伤成这样了 你一点不心疼啊 我告诉你梁珊 你要是仗着小和喜欢你 你就欺负他 我第一个不答应 你们俩还偷偷好着呢 你以后也这么对他 谁俩偷偷好上了 说什么呢你 发烧了吧 什么 冷静点 怎么我听你们刚才说话 好像有内幕啊 不是 老师头他什么时候跟小和好上了 你听谁胡说八道呢 什么叫胡说 这是龙嫂亲口告诉我的 小和也承认了 对不对小和 对不对啊 我就知道 这种事啊 龙嫂肯定没少往里掺和 嗯 哥 哥 哥 你们回来了 我听说这小河受伤了 严重吗 我这刚把儿子给哄睡着了 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咱呢 这你们俩怎么就回来了呢 小河现在非常好 有人照顾着呢 对了龙嫂 狗蛋今天怎么样 你少一口一个狗蛋的 我儿子有大名 龙小高 一听着名就跟他爹一样一起 龙嫂 我什么时候跟小河好上了 这 这事你都知道了 指定是博士问你了吧 一个文化人 怎么嘴也这么碎 不过梁山兄弟 你呢也是个聪明人 我这么跟博士说吧 不也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河吗 我让你成全我了吗 不用我成全啊 那 那你也不瞅瞅自己的岁数 这眼看着就三十多了 怎么着 你还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 还指着金刀队给你养老啊 我可告诉你啊 这全中国就要解放了 咱们一个个都该退伍了 和平年代 咱都改行建设新中国去了 你说你一个光棍汉 你拿什么建设新中国的 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我说梁山兄弟啊 嫂子知道 你这心里呢 一直还惦记着袁白那姑娘 可袁白她 毕竟已经牺牲了嘛 那既然你还活着 这日子就得过下去呀 再说了 小河怎么了 那人家一个黄黄大闺女 哪一点配不上你了 那你们俩 不也是打小的交情吗 那大江兄弟牺牲钱 不是也把这个大妹子 托付给你照顾了吗 那你们俩在一块 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行行行 龙嫂 我说不过你 你别说了行吗 你这一说跟机关枪一样 我说得过你吗 行行行 这事我不说了 但是有一点你看出来了吗 不是喜欢小河 所以应该成全他们俩 合着半天 我说了半天 你就不喜欢小河姑娘 怎么把人家一个人 都往外推呢 谁说我不喜欢小河了 你看 你看看 我是说 我把小河当成我亲妹妹 行了行了行了 你也别哥哥妹妹的 你呀 那就应该解放解放 思想换换思路 人家小河姑娘 心里可一直有你呢 人家可是喜欢你呢 嫂子我呢 是过来人 我提醒你一句啊 像小河这样的姑娘 给人家当老婆 那就会一门心思 对老公好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龙嫂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我的事 谁都病了 你别走 你给我站住 龙嫂 龙嫂 行了行了 你也别皇上不急太监急 对吧 你做没事好事 但凡事都得想着分寸 强扭刮不甜 这个事啊 就得让头儿他自己 好好琢磨琢磨 我让他自己琢磨去 反正我现在觉着 像小河这样的姑娘啊 不多了 过了这个村啊 就没这个店了 行了 不说了 我呢 看看小河去 哎 行了行了 好嫂子 你看 这天色这么黑 你这初犬 伸一脚浅一脚的 这万一摔一脚 那这以后 谁给小河他 送汤啊 做饭啊 对吧 哎对了 狗蛋还需要你照顾呢 对吧 要不听你的 我再等等 嗯 反正 这天儿也快亮了 明天早上 我去买只鸡 炖上 给小河那姑娘 捕捕 行了 睡觉吧 嗯 你说这事 那么对 去 小河 怎么了 不舒服啊 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哦 来 为你带了个枕头 这样靠起来舒服一点 谢谢博士 不谢 哎 博士 上次逃跑那个杀手 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小河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养好你的身体 工作的事由我们呢 啊 龙嫂给你炖了鸡汤 趁热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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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来 来 哟 大妹子 这是你对象吧 对你照顾的可真是没得说 孩子他爹 你看看人家解放军同志 就是啊 人家小两口 真亲密啊 大婶 你们误会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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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误会不误会 你看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血亮的 对对对 快点喝吧 我自己喝 小心烫 博士 我这伤口 愈合得也挺快的 都可以下床散步了 那个 我这儿也没什么事了 你快回去吧 为了追查凶手的事 你们肯定都很忙 那好吧 等我把凶手给抓回来 我再来看你 那我走了 我再来看你 谢谢观看 原来这医院后头 还有这么高的一栋楼啊 这儿也是病房吗 奇怪 那个人的身影 好像在哪儿见过 这个人的身影 好 谢谢观看 请问 您好 请问一下 最早在屋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 你的吧 嘿嘿 嘿嘿嘿 你在这里干什么 没 没干什么 随便看看 那个 你是说这里住的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马上出去 我刚才在这看见一个熟人 我找找他 找着他我就走 你干什么 我再跟你说一遍 这里的病人不能受到打扰 你赶紧出去 出去就出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 好 好 好 你是说 这个凶手游过了河 之后他的踪迹就消失了 我带人到河队岸也查了 凶手非常狡猾 似乎是受过反侦查的训练 他把原先的衣服全都给烧了 灰烬也就地也埋 因为失去了气味追踪的线索 也查不到脚印 所以我就只好回来了 那你说他把衣服烧掉了以后 他不可能光着身子吧 这说明啊 他早就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 割案上了 看来 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上手 他懂得如何摆脱追踪 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对了 胖猴 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 那自行车是偷的 而且傍晚的时候 施主已经发现车子不见了 对了 我查过施主了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独居 应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那个施主 施主在重厂的什么位置 这里 承信 我判断 那个凶手 应该在城东和城北一带中 跑 这是为什么呀 你说他在自个家门前作案 干嘛绕那么老远 还蹬过了一条河呀 还有啊 他在家门口偷辆自行车不就完了吗 还跑城西头 这个嘛 就牵扯到了 一种心理状态 每个人在心里都有一种安全的 犯罪距离 所以任何人干坏事 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 老侯 你不是说凶手从医院逃离之后 迅速地向门走 而且 一路上他走的都是捷径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对整个城区非常的熟悉 而且 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过了河就换了衣服 换了衣服 身上已经没有了味道 没有了味道 就算他慢慢地走 也不会引起怀疑 嗯 我明白了头儿 那你的意思是说 他去城西头车也是这个心理 他是想把咱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长市医院在城东 被杀的目标在长市医院 我推断 这个凶手 离医院的距离并没有 头儿 跟我们一点凶手的体貌特征都没有 怎么查 小河跟他交过手 他说对方有两个特征 第一 是一个左匹子 第二 他身上 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嗯 甜味 不会是奶油味啊 不 会不会是香水的味道 不是奶油味 也不是香水味 小河说了 那是一种甜丝丝的 奇怪的味道 嗯 是我 对不起 唐先生 身手很敏捷 这样很好 这次试你也办得很漂亮 办得干净利力 阿宽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 这程功夫也都是您教的 你的忠诚我当然很清楚 所以这次从台湾前回重城 我只带了你一个人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在我心里你阿宽能一当百 您对我有贼造之恩 阿宽愿意誓死相遂 眼下需要你干一件小事 什么事 到贡军的军管会监狱 帮我接个人出来 喂 卖鱼带 魚带 于北 夏医生 小河在上这拜托你 医生 你知道中金九树哪个房间吗 他怎么样了 不知道 医生 你知道中斤九住哪个房间吗 我听说他受伤了 不知道 护士小姐 你知道中斤九住哪个房间吗 不太清楚 你是中斤五吧 对 您是 这一大早军官会的人通知我 说我弟弟出事进医院了 他到底伤得怎么样了 你知不知道 这说话不方便 跟我来 好 坐吧 来 喝杯水 解放军同志 我兄弟老九 这回又惹什么事了 你赶紧说吧 我这心里着急啊 你弟弟中斤九已经去世了 什么 他是被人害死的 是谁害了他 是谁 是不是青帮的人 还不清楚 不过 中斤九涉嫌参与境外西药走私活动 杀他的人是为了灭口 走私 以前青帮什么犯法的事不干 走私 不算个什么大事 现在冲城解放了 青帮干的许多事情 包括走私 现在都不合法了 到底是谁害了他 你们查出凶手没有 你别着急 五哥 听说你原先 也是在青帮 有些头脸 但是两年前突然金盆洗手 靠 拉人力车来养家活口 这是为什么 江湖上行走虽然风光 但凶险万分 两年前有个姑娘 她跟我说 想要嫁给我 我答应给她安稳的日子 大丈夫 言必行 行必过 我也想过安稳的日子 这青帮的位子 算得了什么 就退了 就退了 五哥这是快人快语 那你退出青帮之后 平日里跟老九 联系得多吗 说起我这个兄弟 脾气俊 我曾经劝过他 现在解放军来了 恐怕以后混帮会的 也没那么舒坦 趁着年轻 赶紧做个正经买卖吧 可每一次 他都拿话堂塞我 哎呀 我就知道啊 他早晚就得有今天 这么个结果 没办法 混江湖的 干的就是刀尖少填血的卖卖 把官不离井上破 将军难免 镇前亡啊 说得好 你兄弟的尸体 随时都可以领回去 解放军同志 一定要查清楚凶手是谁啊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的 好 好 找谁 我就是冯凉珊 什么 我就是冯凉珊 什么 谁 是冯凉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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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要害处 一刀毙命 这个人下手太狠了 好 好 我已经查过放火的痕迹了 是有人在院子里 安装了一个 定时起火的装置 然后院子一起火 牢房就发生了骚乱 有人趁机杀了少兵 打开牢房 放走了所有的犯人 找火的时候 凶手在这里动手 说明他是上午来探奸的人 你去查一查 上午探奸的记录 是 你就叫橘皮 是我 看什么呢 看清楚了命就没了 知道吗 在贡君的监狱里 把你给解救出来 可是费了我们不少力气 橘皮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这次救橘皮出来 不知道叫橘皮干什么 上东山 下火海 只要你一句话 橘皮在所不辞 好 人聪明就好 我需要你帮我拿点东西 我需要你帮我拿点东西 这个登记不少 今天上午来军馆会探奸的 只有一个 他的名字 叫中金武 中金武 中金九的哥哥 不会是他 因为上午在监狱里发生 骚乱的时候 中金武跟我在医院 所以 这个来探奸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他 那 会不会是中金武的手下 他原来也是混青帮的 而且 江湖地位也不低 应该不会 这个中金武两年以前 已经退出交 金盆洗手 连他弟弟中金九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 如果他是在我面前 演戏的话 那就说明 他的演技太高超了 头儿 那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情 和中金武没有关系 没错 凭直觉 中金武并没有骗我 而且 我去街道上 打听了一下 老百姓对他的反应挺好 这两年 他一直靠 拉车有家 况且 他老婆 还给他生了一个大矿小子 一家人过得本本分分 也很辛苦 也没听说 他再跟青帮的那些人 有什么来往 看来这个劫狱的人 故意留下他的名字 就是想让咱们 把调查的方向 引到中金武身上 看来 他们是要跟我们摆迷魂阵 建刀队的同志们都就位了吗 都就位了 牢房内 连同青帮弟子在内 一共十四名逃犯越狱 并且有武器被抢夺 流失在外 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 把十四名逃犯 全都抓回来 是 那些越狱的犯人 自以为逃出了牢房 便获得了自由 却不知 在重乘群众的帮助下 他们的行踪 很快就暴露在 尖刀队的面前 短短半日 趁乱越狱的大部分犯人 都被急 归案 逃犯名单上 仍然在逃的 只有一个人 十四名愿意在逃的人员 已经有十三名 重庆归案 只有一名还没被抓到 他就是橘皮 青帮的小毛绿 城里头 所有他可能藏身的地方 我都带人查过了 但就是没有任何线索 好 我这儿有线索 刚才我向那帮犯人 打听了一下 劫狱时的具体情况 他们回忆说 当时院外起了大 牢里就乱成了一团 一个假装过来探监的人 十分利索地杀掉了少兵 打开了牢门 所有的犯人都跑了出去 他们中有人看见 就是这个来探监的人 把橘皮给带走了 现在情况 越来越清晰了 捷御的人 就是奔着橘皮来的 难道橘皮知道 下架的一些线索 那还费什么进捷御啊 那直接想办法 把橘皮给 就完了吗 看来他们要活的橘皮 奇怪 这个橘皮到底是什么来的 怎么让这么多人找他 绝金门是什么 绝金门嘛 是重城特有的帮派 就是盗墓的 也是靠守一城 对了 橘皮身上有一身盗墓打洞的本事 头儿 这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橘皮以前的盗墓同伙 把他给救走了 快 赶紧去查一查 我们缴获的那批西药 放在城里的哪个仓库里 头儿我 哎呀行了行了 头儿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别问那么多 快去 哦 头儿 难道是说那个神秘的夏家 想要借着橘皮的盗墓手段 把那批药给偷回来 很有这种可能 喂 我是冯良山 什么 看守现场 我马上就到 城委仓库失火了 仓库里的药品全都不见了 那不就是咱们脚户的那批西药吗 是 报告 那边有发现 在路 是 就在这儿 是稻栋 应该是用专业的盗墓工具挖的 这个栋从外部直通仓库里面 那帮人应该是趁着夜色 从这个栋偷偷进了仓库 把仓库内所有的西药都搬出来以后 放火烧到仓库 既然药品都偷出来了 又何必多次一决放火呢 这么大一批西药 一定会动用交通工具 放火是有意放的 目的是为了把现场的痕迹 全部都破坏掉 让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 运走药物 也不知道他们把药物运到哪里 没有线索啊 我们怎么查 这帮人太狡猾了 何止是狡猾 简直是手眼通天 这批西药的位置 我是查了登记簿 才知道了 可是人家一出手 就直奔这儿来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幕后直视者 非一般人物 他走私西药 应该只是为了谋取暴力 这帮人居然敢这么做 的确很嚣张 驱动青帮弟子运货 走私药品 杀人灭口 在军管会的监狱里 劫走犯人 还从仓库里偷走西药 并且 放火烧了现场 这个幕后主使者 得多恨我们新政权 和我们的新政府 看来这幕后黑手 一定和国民党特别有关系 这事背后不简单 一定要追查到底 狗大 拿着 端好了啊 别烫着 乖 龙嫂 之前那帮逃犯 抓回来了吗 都抓回来了 听说还差一个 你说这一个逃犯 还能不达几天 只要咱们在这重城 发动群众 那可就是人民战争的海洋 你就放心吧 那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 我在这都快闷死了 阿姨 叔叔们都忙着呢 今天晚上 听说什么仓库着火了 叔叔们都去救火了 你这小孩子 瞎说什么呀 本来就是这样嘛 着火了 什么仓库 就是咱们缴货的那批西药 存的那个仓库 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就着火了 那批西药呢 那批西药 着火之前 就让人偷走了 龙嫂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瞒着我呀 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醒了 老哥 这什么眼 这甜磁磁的还挺好闻的 学家 正宗的巴拿马货 要不要来一根 我没有那福钱 不会抽 哎呀 不过要是有酒的话 可以来一点 哎呦 哎呦 老哥 你看啊 这次啊 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把这批西药给弄回来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要不 你跟昨天那位先生说说 赏我几行 就算是 辛苦钱 胃口不小 你要几分 一盒 一盒也行啊 这东西挺值钱的 一盒够啊 吃半年的了 我告诉你 昨天那位先生 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你睡吧 这家伙 隐僧得很 每一次看到他 我都浑身发冷 也不知道 他杀死过多少人 那小子想要两盒西药 怎么办 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力 就想要报仇 这傻小子 还不知道天一黑 他就要死了 我现在把他接过了吧 哎 还是等到天黑吧 咱们铺面里 迎来送往的客人不断 万一弄出点动静来 还不太好 你先稳住他 到晚上再说 知道了 chant 谢谢 就知道你一夜没睡 你应该知道我晚上是不用睡觉的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呆着吗 谁让你出院的 仓库被烧了 吸药也被偷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还在医院呆得住吗 你们都忙成这样了 昨天晚上我出来 顺便去现场勘查了一下 没组织没继续 看我以后怎么收拾 说吧 有什么发现呢 你怎么知道我有发现呢 要是没发现呢 看你脸上的得意洋洋的表情 谁看不出来 谁看不出来 哥 我跟你说 我还真有发现 还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可以说 他给你开始 � vibes 你的想法 你不过大 看看我的画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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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